今天上午的10点,三定顺利完成后的国家卫生计生委将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修订等情况 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和智能转变方案 整体上国家卫生计生委将负责组织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的监测 评估依法制定并公布食品安全的标准 负责食品、食品添加剂及相关产品新原料、新品种的安全性审查 参与拟定食品安全检验机构的资质认定的条件和检验的规范